欢迎大家收看上阶关心第五的南岛新闻 超团天然技术社区科学体的人材 邀请南岛官业职家红玉秀 特别来到社区开客 因为这位业职家担到每个地方的心 所以是技术性来到社区上客 对上阶基础的开始下期 担到每一位社区的老大人慢慢的下心 也会他们感受到这四方的水 给老大人的生活是严格穿线 本来到社区开的机会 学官为技术耐心来学习 由南岛官就是跟洪玉秀技术来教导 大家继续来感受 使用帅着的水和水味 因为八十岁的妈妈 全部超过技术社区关怀起点的库庭 这就有很多人的关心 因此洪玉秀老师 以防经济温馨来回馈针头 所以发挥在苏华上的专业 做到高下的工作 我发觉连我自己本身一样 老师如果跟我鼓励一句 我回来就很高兴 就说我又进步好多了 就会更努力来学 所以我发觉教学相长 真的是很不错的一个理念 虽然说学官的理会都比较大 不过真人真合适 今年七十六岁临世阿嬷 并上常常常在家 小舒嬅是最教育的休门运动 而且越下越处理 最早下区来开小舒嬅的库庭 然后欢喜报名参加 可以证心 诗书华 如今有进步 感觉有成就感 这个老人是最好的 能修成养性 我们把那个心沉下之后 做任何事情 我们都会有比较稳的心情来处理 那老师也愿意说一直在交下去 那就是说一直回馈给我们乡里 那是都是免费的 那我们并没有限制 连理的限制 就是活到老 学到老 为了跟这里好一次玩做饭腔 理事小区也欢迎各小区 和理事发的民众都可以当地参加 竟然来重视自己的生活 去吃女生 插舞路